木榨鐵觀音茶在茅礦當地茶師的採精、微雕、發酵、草精、布包、揉煉、反覆、培揉等反覆流程製作 具有深層侯韻、深受消費者喜愛 今年透過市府與農會的輔導開創出茶文化的推廣模式 今年就推出茶山導覽、手作體驗等各項活動 歡迎民眾參加 讓大家來了解更了解我們在地的一個鐵觀音茶的一個生產的過程 跟它在我們在地的一些影響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了解我們貓空鐵觀音 因為其實在貓空來講 其實大家以前都會認為說是文山包種茶 所以我們現在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地生產的是我們的鐵觀音茶 我們鐵觀音茶其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喝下去以後它會有回甘的感覺 因為鐵觀音它是重烘焙 那其實包種茶它是淺烘焙 它們就比較會傷胃 那其實我們鐵觀音它喝了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是最好的 也不會傷我們的胃 那它喝了以後還會回甘回來 就是喝下去感覺就是會流香在我們的嘴巴裡面 那我們鐵觀音它的茶色也是非常的漂亮都是不一樣的 茶香也是很不一樣 我們也是有一點淡淡的那種果香的味道 那其實一般的人喝文山包種茶它主要就是比較香 一喝就覺得香氣很重 那我們這個是會回甘的感覺 鐵觀音它之所以困難 因為我們茶粉會的錯開產息 我們除了種植正從鐵觀音以外 等一下各位到外面可以去參考 我們還有梅丹還有水仙還有四季春火手 然後還有一些新的品種 為什麼 因為它的產息會錯開 第二的話我們才有辦法全部把它採取 那每種品種有它獨特的品種的特性 那我們茶粉會叫B7特性去把它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讓它發揮到它的品種才有最佳的表現 不答請這個鐵觀音另外還有跟其他茶所 最不好的就是它有一個文火曼文火培火 這個是其他茶所沒有的可以這樣說鐵觀音茶是全世界裡面所有茶類裡面是最複雜最完備最難做的一盆茶 最後面的烘焙那更是那更是難做之難 有些前半段做好非常好的熬茶 可是在烘焙過程裡面一不流水 它你說有瑕疵了非常可惜 是喔 那我跟你們外景喔 以前我們老茶農得獎的大概是八成青龍兩年 慢慢的變七零三 青龍七 港龍七 青龍三 慢慢的又青龍又突起來 只變六四 最近已經快吹到四五比五五了 哇 這是我們青龍我們 各位老人我們覺得後繼有人 為了發展木炸地方特色茶產業 市府打造茶山鼠品牌舉辦系列活動 首播微型車展就從台北市鐵觀音包種茶研發推廣中心舉辦 其實我們在包工地區尤其木茶地區 我們有非常精緻的茶文化 那但是這幾年我們大家對包工沒有像以前這麼熟悉 然後我們現在人的生活習慣 我們也慢慢的 雖然很多的茶飲料店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體驗到我們木炸的茶 所以這個茶山鼠就是我們把木炸地區 整個木炸農會所有優勢的 包括青龍包括這邊的茶 我們所有的他們的最好的產品 都能夠讓市民更了解 然後另外就是大家希望大家 可以做上到貓風來 然後現在這個計畫是貓風2.0 那三貓風2.0在市長的支持之下 其實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包括我們在座 我們來從周春甲 多人神武 還有我們現在的木炸文會 其實我們大家在山上的商圈 其實我們整合的非常非常的認真 也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路區區會推出整個屬於貓風地區 自己分色 不管是藝紋或者是產業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這也是一個台北人的後花園 我們希望大家假日的時候 能夠上山來喝喝茶 做個懶撐 然後在這裡洗激身心 尤其在疫情過後 大家都需要一個透透氣的地方 那不要吵吵出去外線市 多多回到我們的台北市 那今天的茶山屬於是一線的活動 我看到他們整個一直辦到年底 希望這個茶山屬從今天開始成為 台北市木炸的一個茶品來 台北市在這個活動裡面 中間還包括了 各位的生物 有很多很多的議文 在我們上面 我們還有很多的宗教活動 還有各種類型的 跟茶有關的體驗活動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的全體已經總動員 那麼謝謝農會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去年 我在瓶蓋工廠看到我們辦的責任 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又到香菇比廣場 還是我們往新計畫區 其實我們已經致力於把台北的茶文化 變成市民生活的部分 你看到現在的茶文化 我實際上以前覺得好像很老氣 現在非常非常的先景 甚至非常的文青 讓每個年輕人都能夠參與 然後我們希望茶吃下去的部分 請大家好好好的品嘗 茶帶給台北人 新的不一樣的感受 也希望大家把HOTO當成你家後花園 假日就可以上山來走 這次茶山署的整個系列活動 有分成兩大區塊 第一個大區塊就是在文字上面的策展 那文字上面的策展的話就是 將整個貓空茶山文化 從最基本的茶文化 一直到整個生態 那個貓空山上的生態 通通做一個很詳細的一個介紹 然後也搭配了我們附近的一些宮廟 或是一些社團 來做這個茶山署的文字策展這個活動 另外首次發表的茶山甜食地圖 結合茶的特色糕點 引領民眾開發味蕾新體驗 貓空青年返鄉之後 要怎麼樣讓他們能夠在經濟上面獲得 非常大的效益 就是讓他們發揮他們的想法 然後除了茶產業之外 在糕點上面 不管是西市中市的糕點上面 讓他們去做發揮 那三十幾位的青農 大概有將近超過半數以上的青農 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產品出來 那也希望藉著這次的活動 可以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上到貓空來 接受我們所有青農朋友 這些青農的接貸跟款貸 然後也想辦法將他們的產品 可以推廣出去 然後讓市民朋友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青農有多厲害 我們的青農有多認真 以向自然淺山學習 及無微強博物館概念 串聯貓空茶山與北市都會區 陸續會在八月到十二月 有茶品名會 文山兩夏季 青農茶市集等活動 歡迎民眾聚焦台北市的 在地茶文化與產業 記者文君臺北報導 記者文君臺北報導 歐洲